Hello大家好,我叫土提 对,你们应该也看出来 我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 我真的是很讨厌迪丽热巴 古丽那扎 还有同力啊 因为只要大家知道我是维吾尔族之后 就会直接拿他们两个名字来代替我 啊,迪丽热巴,啊,古丽那扎 都没有我什么事情 我最近经常就在想 如果我有迪丽热巴那样的美貌 我肯定也会火 真的,我肯定都会火 但是这就是把握一个度的重要性 迪丽热巴呢,就是那种 刚刚好的漂亮 就刚刚好 但我就是太漂亮了 我就是太不要脸了 我觉得 还有古丽那扎 我不可能像他那样讲段子 我不可能一上台之后 2019 Performers 琼哈 我觉得他比我好笑多了 这两位都算了 也就是两个大美女 最近竟然有人看到我之后说 诶,女版卡姆 我就 女版卡姆 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 然后我还是挺理解他们的 因为我全名实在是太长了 我叫土踢鼓立热节 一共六个字 我的名字用维吾尔语念 特别奇怪 叫土得鼓得拉吉 你们应该能听出来 里面有个音很特殊叫 就我名字里面的这个音 我都不是天生就会的 我还是后天慢慢学的 所以等我会念自己全名的时候 我都小学毕业了 但是名字这么长 也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我上学那会儿 班里同学名字都很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帮别人去带达到 其实也会很尴尬 因为我也记不住他叫啥 老叔我点名了 这个 阿不都热荷曼 阿不都热西题 我说道 老叔你叫啥 你再说一遍 气氛就会像现在一样尴尬 你知道 哈哈好尴尬 然后你普通话 其实说的真的还不错 阿比卡姆就真的好多了 但是我真的也为了学习普通话 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但是只要对方的说话速度 变得快一点点 我就完全搞不清楚 他在说什么 我有一个钱桌 每次跟我借个橡皮 说话速度特别快 他每次就是一转头 借橡皮 我这里的感受 就是他好像对我变得个魔术 转头对我 我橡皮就没了 而且我没有办法跟老师告状 我说老师他当我橡皮 老师说谁呀 我就阿 好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耶 我早就说过你讲的那种新疆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有很多铺垫都是关于那种名字长的 那些我都已经玩过了 主要是我玩的太早了 总之就是那些新疆的梗讲太多了 我大概一年前就跟你讲过那种梗太多了 没法长时间玩 我希望看到你更多的转头借橡皮那种段子 行 我再发一把 我其实在线下看过土提的表演 今天动画就特别急 可能也是太熟了 熟了以后的话你就 对对对对过去了 中间还没停 他其实有一点点 比如说就说自己地方 自己家乡那些事情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得找到新一找 找到一些新的点 我还是愿意看女后面的表演 好看是吗 我知道 我知道 请大家都关注我的作品 好不好 去年我是第一个被淘汰的 我被淘汰之后 直到现在 我还是会收到一些网友的点评 非常专业 给我发微博自信 我觉得你不好笑 但是挺好看 我说我觉得你脑子有病 但是眼光不错 太惨了 然后很多人不认识 我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土提 你们应该能看出来 我是个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姑娘 当我演出这么几年 我发现 大家已经对维吾尔族 开始有自己的理解了 我有次演出问一个姑娘 我说 你猜一下我什么民族呀 她说 迪丽热巴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 每一次我演出完之后 都会有观众乱叫我的名字 你记不住你就记不住 你不要乱叫 经常有人爱那个迪丽纳扎 鼓励热巴 这都算了 最近竟然有人叫我马尔扎哈 那是啥呀 不知道 游戏 是角色的名字好像 我全名叫土提鼓励热姐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是个爱好非常多的人 他爱好非常多 比如说看足球比赛 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看一下男生看足球比赛的状态 哦 太愚蠢了 你知道男生看足球比赛的时候 那个状态真的很离谱 他的代入感会非常的强 而且他代入的角色 也不是现场的观众 不是选手 而是教练 每一次 到了那种赛季的时候 就凌晨三点 他就坐在家里面 穿个西装 你给呀 你给牌呀 给牌 这都不给 这都不给 这也没人 OK 这 哎呦 算了 你换人换人换人 他要把电视里的人换了 太奇怪了 但是 我在这里还是要夸一下他 我男朋友真的很厉害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前年北京时间 7月16号的凌晨 就是他 带领着法国队 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他吐槽了这么多 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就是 我今天年底左右 我打算跟他结婚 谢谢 谢谢 我一直不想结婚 但是我直到遇到了他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必须要 嫁给这个男孩子 我都已经决定好了 我就要生三胎 最好都是双胞胎 这样就有六个 每天就在家里面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再养两只猫 再养两只狗 就是 也不是因为我有多爱他 我只想试一试 这可能是唯一一个 能阻止他 做那些事情的方法 我讲这些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开心 再次掌声 大家好 我叫土蹄 我是个维吾尔族姑娘 能看出来吗 看出来了 对 我全名呢 其实叫土蹄 鼓吏热节 一共六个字 然后很多人呢 就其实不太会理解 为什么六个字啊 而且我的名字 维吾尔语年很奇怪 叫土蹄 我其实你们听着 可能还有点 异语风情在里面 但其实鼓吏呢 就是花的意思 对 所以我的名字翻译过来 大概就是 王翠花 其实大家叫我土蹄 就可以了 很多人就会问我 啊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鼓吏呀 因为新疆叫鼓吏的太多 太多了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热节啊 因为热节是我爸 就相当于我的姓 你叫我热节呢 就相当于叫李淡叫李 张柏阳叫张 Rock叫 你们听我现在普通话 说得还不错吧 对吧 但我其实是从小学一年级 才开始学的普通话 我当时入学时候的 普通话水平 就和现在一些 说唱歌手的英语水平 差不多 他们会说什么 Hey what's up Scar没了 我当时只会说三个词 就朋友 干啥呢 腰肉串 我就只会说这么多 然后就进班里了 班里是个全普通话的教学氛围 老师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比如老师说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 学一首古诗 大家跟着我一起念啊 呃呃呃 我听到这句话的感受 就和你们听到 接下来这句话的感受 是一样的 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老师想让我做什么 然后我就会听到 全班一起喊 呃呃呃 我就想 啊 原来是这个意思 啊 就黑板上有一个字呢 我就要念一下 呃 所以我念用呃啊 就是呃呃呃 我念得特别坚定 但以至于以后的很长时间内 老师都以为我是个结巴 然后老师就把我妈 叫到学校里面跟她谈话 谈话结束之后 我也很愧疚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老师刚才是批评我来着 我妈说 啊 我其实也没太听懂 但你知道吗 你们老师好像有点结巴 哈喽大家好 我叫土提 对 你们应该也看出来 我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 我真的是很讨厌迪丽热巴 古丽纳扎 还有同力啊 因为只要 大家知道我是维吾尔族之后 就会直接拿他们两个名字来代替我 啊迪丽热巴 啊 古丽纳扎 都没有我什么事情 我最近经常就在想 如果我有迪丽热巴那样的美貌 我肯定也会火 真的我肯定都会火 但是 这就是把握一个度的重要性 迪丽热巴呢 就是那种 刚刚好的漂亮 就刚刚好 但我就是 太漂亮了 我就是太不要脸了 我觉得 还有古丽纳扎 我不可能像他那样讲段子 我不可能一上台之后 2019 Performers 穷汉 我觉得他比我好笑多了 这两位都算了 也就是两个大美女 最近 竟然有人看到我之后说 诶 女版卡姆 我就 女版 女版卡姆 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分了 然后我还是挺理解他们的 因为我全名实在是太长了 我叫土替古丽热节 一共六个字 我的名字用维吾尔语念 特别奇怪 叫土替古拉吉 你们应该能听出来 里面有个音很特殊叫 就我名字里面的这个音 我都不是天生就会的 我还是后天慢慢学的 所以等我会念自己全名的时候 我都小学毕业了 但是名字这么长 也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我上学那会儿 班里同学名字都很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帮别人去带达到 其实也会很尴尬 因为我也记不住他叫啥 老叔我点名了 这个 阿不都热荷曼 阿不都热西题 我收到 老叔你叫啥 你再说一遍 气氛就会像现在一样尴尬 你知道 哈哈 好尴尬 然后你普通话 其实说的真的还不错 比卡姆就真的好多了 但是我真的也为了学习普通话 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但是只要对方的说话速度变得快一点点 我就完全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我有一个钱桌 每次跟我借个橡皮 说话速度特别快 他每次就是一转头 借橡皮 我这里的感受就是 他好像对我变得个魔术 转头对我 我橡皮就没了 而且我没有办法跟老师告状 我说老师他拿我橡皮 老师说谁呀 我就啊 好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耶 好 теперь